大家好,今天來繼續介紹這個副片和衛生人版的大和號 所有資訊來自日文維基百科網站和中文維基百科網站 這部大和號是重建出來的 副片時間2220年 即是17年前,完結片是203年 17年前,那部二戰戰艦大和號施鞋改造而成的宇宙戰艦大和號 為了舊地球,向水人發射出來的水泉 自爆斷成兩大部分,沉沒在水中 至於17年內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看宇宙戰艦大和號黎明篇的小說吧 在2220年,大和號被重建出來 在水平座之冠軍事船奧起航 重新服役,擔任第三次移民船船的旗艦 引擎方面,波動引擎一座 五座引擎兩座 波動引擎裝有6個核心 波動炮子、波動引擎 也安裝了超級充電器,可以連續跳躍 戰艦基本數據 船上280米 南部43米 高71米 武器方面 三聯裝460毫米,衝擊絕炮3座 三聯裝155毫米,衝擊闊炮2座 兼通導彈發射架1座 藍手導彈6門 藍尾導彈6門 藍側導彈16門 雷頭射器2座 雙聯裝防空炮24座 三聯裝防空炮4座 四聯裝防空炮8座 藍手波動炮1座 藍手波和炮1座 導彈發射效 可使用普通導彈 和波動狐盾導彈 戰鬥機方面 三聯裝防空炮2座 配備了60多架 脈衝星戰鬥機 彈魂式風炸機 以及宇宙零式 二十一型戰鬥機 和波動狐盾 配備了幾架小船 配備了一架 上龍特務艇 這架上龍特務艇 可以搭載波動能量導彈 大和號擁有不可取的裝甲 第三藍橋的顏色 有紅色還有灰色 有些藍橋 雷達員的位置 可以下降至第三藍橋 第三藍橋內部的空間 擴大了不多 有些中有球形 雷達圓圈 就換一圍 橫增發射口 這架大和號藍體 大小大幅增加 如果大阿媽都是0號 它就是最大的 大和號的軌岡 是伸縮戰開 故事沒有話可說 引擎方面 高度引擎一座 我確實有藥 輔助推進器兩座 戰艦基本數據 全長534.02米 闊93.62米 高134.33米 武器方面 三連裝衝擊主砲三座 三連裝衝擊副砲兩座 藍手和艦尾導彈發射管閣陸門 七連裝藍側導彈發射架兩座 天通導彈發射架一座 藍底導彈發射口十門 光陣炮型雙連裝防炮六座 鐵球型四連裝防炮六座 高射炮型雙連裝防炮十二座 四連裝高射炮六座 側面火箭發射器兩座 藍手波動炮一座 波動炮很弱 聖導器中沒有任何導彈發射效果 戰鬥機方面 零式一架 黑虎十一至十四架 根據電影情緣出的數量 這架大和虎在故事結尾 為了阻止有星炸彈再次襲擊地球 又使用被堵塞 左翼武龍炮向有星 炸彈前進和自爆 沉沒了 大和虎 總括來說 副片裡的大和虎比較強 有打不爆的裝甲 但機動艇比較差 而真人版的大和虎只是大 比二一九的大 二百零一米 多些 基本上拖出去 被敵方藍隊打爆 國河版本大和虎 基本上不會出現 因為等了五年 連預告都沒有出 副片是爛劇 差人版一樣爛劇 比原裝 比原裝 比二一九九 跟二零二和二零一一樣 都很爛 副片裡的武裝 臭死 媽媽的二零二居原 都用這個設計 怎麼搞的 笑臨城 下一次我會做 我不跟你們說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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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脖聾 可以 的